看一下那個牌子 她說 今天我姐90生日 等一下 這個訊息很多 鄉親五位送祝福 你知道這是五月面演唱會嗎 你知道你跑錯演唱會了嗎 你知道我們團今天有誰生日嗎 你知道嗎 沒有 舞迷的布條依舊實力發揮 五月天好好好想見到你 世界續回演唱會 9月15日來到南京戰士 恰巧是Jolene 蔡依林的生日 就有粉絲高舉布條和五位要生日祝福 成功吸引五月天的目光 換我點這個嗎 是的 好的 你再顧一下 我剛剛剛好有看到一個 不用去沒關係 我剛好看到那個今天 她說她姐9月今天生日 9月 來看一下那個牌子 她說 今天我姐9月生日 等一下 這個訊息很多 鄉親五位送祝福 好 你先把牌子放下來 她說她不是家5比 她是真5比嗎 但是她姐9月生日 她來這邊跟我們五個人要住什麼 你知道這是個月天演唱會嗎 你知道你跑錯演唱會的嗎 你知道我們團今天有誰生日嗎 你知道嗎 沒有 沒有 剛好沒有 所以我們講 我們跟她說生日快樂 她聽得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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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你確定嗎 好啦那這五月天演唱會 沒想到還有 祝別的歌手生日的功能 是的 這也是簡直的 現在開放大家錄影30秒 全場大家一起說 Jolie 生日快樂 掌聲鼓勵 耶 好啦 停止了 好啦 可以了 大家把這一段呢 那個貼到你的那個微博上 小黃書上朋友圈裡面 記得那個 那個 你的Jolie好不好 對 好的 好不好 對 演唱會每分每秒都很知情 我們還發出 希望我們下次那個生日的時候 Jolie的演唱會也是帶著我們 對 我們也要要回來嘛 我們五個人有五個生日對不對 她有五常演唱會要為我們賣 多虧了這位粉絲 讓Jolie今年又多了一份大祝福 不過我們主唱大大 日前在西岸站 直接抱著一包氧氣 上台以身體狀況 令大家擔心 阿欣也在社群發出我很好 和大家保平安 開頭就請大家不要擔心 表示其實在泉州演出時 就生了一場小病 拖著這場病持續工作 直到西岸站時感覺昏昏沉沉 現在到了南京 身體已經完全康復 不過聲音有時會突然沙啞 最後也不忘像舞迷喊話 沒有給大家最美好的演出 自己還是很過意不去 謝謝大家的包容與愛 讓我依然享受了這時常 鋒迴路轉而真輕放肆的演出 接下來的我還會變得更厲害 因為那才配得起 全世界最厲害的你們 這一番話感動不少粉絲 也都為阿信流言打氣 接下來 五月天的世界巡迴演唱會 也即將前進歐洲 看不過的舞迷們 也別忘了跟著五月天 一起前進囉 完全樂 全天瑜報導